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希望新生的部分 是第二十页的第十五则 第二十页的第十五则 题目是永恒的皈依 永恒的皈依 好,我们一起念一下老师的开示 无论曾承受多少痛苦 只要我们找到了佛陀 只要能永远地追随他 学习自立立他 这一生乃至还有多少生的苦难 因为有他指引,有他陪伴 也都只是步步离苦,步步得乐的过程 是多么的值得,是何等的美丽 好,一开始老师说 无论曾承受多少痛苦 只要我们找到了佛陀 只要能永远地追随他 学习自立立他 无论承受多少痛苦 只要有找到佛陀 只要能够永远地追随佛陀 学习自立立他 为什么这个事情这么重要呢 先引广论上面告诉我们的 广论上面九十九页告诉我们 广论上面九十九页告诉我们 总之自证泄脱一切部位 善巧于味,度他方便 朴于一切无奇亲疏 大悲便转 朴利一切有恩无恩 事应归处 这边呢就是我们学广论同学 很熟悉的这个 应归一的四个音项 比方我们说归一三宝 归一三宝 然后是从归一佛宝开始 然后开展出来 要归一法宝 也归一身宝 那为什么要归一佛宝呢 就是因为佛宝 它具足这四个很殊胜的条件 所以非常值得我们归一 第一个是自证泄脱一切部位 就是佛陀已经确定的 远离了一切苦跟苦因 很清楚 圆满地远离了一切苦跟苦因 他自己远离了这一切苦跟苦因 善巧于味,度他方便 也非常善巧于 怎么样从痛苦部位当中 帮助我们 也能够脱离这所有的痛苦跟部位 佛陀非常的善巧 能够这样帮助我们 苦于一切无奇亲疏 大悲便转 就是佛陀的大悲心 不管亲愿 他一样都是视为独一爱子 这样想要帮助我们 然后说 师父说第四个条件最重要 第四个条件 这边叫普利一切有恩无恩 那广论里面有进一步的解释 意思就是说呢 你不管给佛陀供养多少好处呢 佛陀不会特别高兴 佛陀唯一高兴的是 你真的照了他的话做 他才会真正高兴 好,讲的是这个意思 那为什么师父说 这个条件特别重要呢 师父曾经解释过 师父说呢 佛陀之所以为佛陀 就是因为他彻底的看到了这个缘起信空的道理 他很清楚知道说 你要离苦得乐 你要中正确的因 你只有中正确的因 你才能离苦得乐 所以你照着佛陀的话 你中了正确的因呢 你就可以达到你自己期望的 还有佛陀期望的这个离苦得乐的果 这才会真正让佛陀高兴 那师父说这个条件特别特别的重要 对于佛陀来讲 不是说你给他多少好处 你就可以怎么离苦得乐 其实不是从这个角度去成立的 然后后面讲 此意为佛方有非自在天等 故佛即是所归一处 说具足这个四个条件呢 只有佛 不是像自在天这种 注意 具大威士的天神 都不具足这样的条件 所以我们只归一佛 其实这一点呢 要放到身上 放到我们自己的现行去比对 我的意思是说 你在世间碰到困难的时候呢 可能眼前有一些人 他的财富他的权势比较大一点 你就觉得要完全依靠他 归头依靠他去解决你的问题 然后乃至于说 天人的能力 福报又远远超过 我们一般世间的这个人道的人 比如说有些天王的智慧 经典上面讲 有些天王的智慧 一场雨下下来 那个雨有多少雨点 他清清楚楚这样 人是没有办法做到这种程度的 那即使是威士 福报 聪明到这种程度 都还不是我们归一的对象 要具足前面的四个条件 才是我们归一的对象 后面广论说 这是于其的师弟论 事而决则分告诉我们的 为什么要归一佛陀的四个理由 你对这个发起定解之后呢 中大师说 专心依养 必无不救 因为他具足这四个条件 你专心归头依靠他的话 当你的心专注对到他的时候呢 你一定会得到他的救护 必无不救 所以你要对前面佛陀 注意哦 这点很重要 所以你要赶快跟佛陀求救吗 其实结论不是这样讲的 所以你要对佛陀 为什么可以救我们的 这四个条件 你要发起定解 为什么这样说呢 就是佛陀能力这么强 我们就拼命求他就好了 但是中大师这边的叮咛是什么 你要对佛陀 为什么有能力帮我的 四个条件 你要发起定解 为什么这样说呢 你说这还有个道理要讲 对 这有个道理要讲 因为你能被救起来 是夜感的 对不对 造业是不是以义乐为主 所以你对佛陀的功德 你具有这样的认识 会影响你的义乐 影响你造业的品质 就会影响你得救的程度 就这个历史 所以中大师说 你要自心发起定解 后面老师说 这一生乃至 还有多少生的苦难 因为有他指引 有他陪伴 也都只是步步离苦 步步得乐的过程 是多么的值得 是何等的美丽 有一个公案 很多人可能有听说过 就是都说五台山 是文书施利菩萨的圣地 那时候我记得是一位出家人 他就很想去五台山朝圣 希望能够 倾见文书菩萨 得到文书菩萨的加持 结果他三前三后一直跑 跑了一整天 什么都没看到 自己也很累了 但是他还是很认真的 这个三步一拜 继续去求见文书 后来拜到一半 碰到一位老先生 老先生问他说 那请问你在这边 三步一拜一直拜拜 要做什么 他就说我三步一拜 希望在这个 文书菩萨的圣地 能够亲自见到文书菩萨 老先生听了就笑一笑 然后跟他说 你要见文书 你一抬起头来 你就撞到文书的脸 你手一举起来 你就插到文书的鼻孔里面 你一转身 你又撞到文书 那到处都是文书 你怎么会见不到呢 那老先生讲这话 非常特别 然后呢 他就一下愣住了 在想那老先生 讲的话的内涵 等到他稍微回过神来 老先生已经不见了 所以他才知道说 那我刚刚应该是 有碰到文书菩萨的化身 但他讲的内涵跟意识 就是我们常说的 师长佛的法身是 一切实处补色乎 你对这个事情 你有深刻的信心跟理解的话 那就会像老师这边讲的 这一生乃至于 还有多少生的苦难的历程里面 因为你了解到 他一直在陪伴跟加持 你就会发现说 这只是步步离苦 步步得乐的过程 是多么的值得和何等的美丽 所以在广论的九十九页 也告诉我们说 由能救治二种因中 外之或因无所缺少 大师已成 然是内之未能实心 此为归一而苦恼固 这一边呢 学广论的同学 蛮熟悉的 因为你会常常听到 老师跟师父 都很强调这一段的教授 说外之与俱 佛菩萨这个外境上面 师长佛菩萨这个救护的力量 他救护的手 一直都是伸出来的 是我们自己的内之 我们自己的内心 没有真实地去 认真的归一求救的关系 不过我每次讲的 这段的时候 我也喜欢叫大家思考一个 像绕口令一样的主题 我说外之以俱 重要是内之要俱足 对不对 但是内之里面 最重要的成分 知道是什么吗 内之里面 最重要的成分 知道是什么吗 内之里面 最重要的成分 是要确信外之以俱 内之里面 最重要的成分 是要确信外之以俱 有的人听到这边就糊了 法师不是讲内之 怎么又跑到外之去了 内之就是你内心的意乐 对不对 你内心的意乐 就要确定 善自是 思想佛陀 一切实处不涉乎 你要确信外之以俱 你这个皈依的力量 才会真实的升起 这是关键 好 那我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一点呢 因为以前我常常观察到 有人学这一段的经文 事实上是有误解 意思就是说 外之以俱 那我就不要管外之 最重要是我内之 我只要我内之做不好 我就该死该打活该 我不被救 不是这样 就是这一段话 真正要提醒你的是 你的内之最重要的成分 是你要意识到 你要确信外之是以俱的 当这一点你确信的时候 其实你内之的成分 就具足起来 不是说 因为是内之不具足的关系 外之反正有了 我就不管了 我就一天到晚盯我的内之怎么样 内之长什么样子 不知道也不会跑出来 对不对 这边就不要误解 蛮重要的 后面广论继续讲 是顾应之虽未请求 由大悲饮而做助办 父无懈怠 无比圣庙真归一处 现前安住未知作户 顾应归此 中大师说 你应该知道 你没有请求师长佛陀 你没有请求佛陀 可是他因为大悲心的牵引 你没有请求他 他就自动来做你的助办 而且他不会有任何懈怠 这种无比圣庙 真正值得我们 归头依靠的对象呢 就自动的不请自来的 安住在我们面前 做我们的医护 所以我们应该要皈依他 你有没有发现 大师的描述还是什么 你要确信以外自己去 关键在这里 我每次讲到这边的时候 我就很喜欢讲 我以前那个情深的经历 你们可能有听过 但是我自己 这个提起来是津津乐道 我记得那段时间 我没有当师父的侍者 我是下侍者 可是有一次呢 我就是很想念师父 而且祈求了之后 我就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 我觉得 我现在去找师父 师父一定很愿意见我 因为平常我其实蛮怕师父 师父一看好我就修理我 尤其是我不当事者的时候 那时候其实是 又想见又很害怕 可是那时候 那天就是很想念师父 然后也透过很认真的祈求 我就一直有一种感觉 我觉得我现在去找师父 师父应该蛮高兴看见我 也一定会见我这样 结果我就兴冲冲地 跑到这个东疗房二楼去找师父 结果一去 先经过侍者聊嘛 侍者不是我嘛 我先跟那位侍者打招呼 说我想看一看师父这样 结果那侍者回答得很干脆 他说 师父去台北开会了 去台北法人开会了 换句话讲讲 不在凤山寺嘛 对不对 这下就是想见都见不到嘛 好 我想说奇怪 那可是为什么内心的感觉 那么强烈 我觉得师父一定会见我 我一定见得到师父 那么感觉很强烈 以前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 可是师父明明就不在凤山寺啊 去台北开会了 好那我就只好先回去啊 可是我回去的时候 我一转身 我经过那位侍者法师的书桌 我突然看到一张好庄严的法照 你们可能有人看过 那个在外流通的不多 但是圣团很多法师都看过 就是第一次圣团 帮师父办那个长寿法会的时候 师父戴那个黄色的通人帽 手里拿着领储 好 穿着一个灰色的冬卦 灰色的冬天穿着那个中卦 然后披着黄色的袈裟 手里拿着领储 戴着黄色的通人帽 非常的庄严 然后我一看 而且那一张法照 特别被冲洗放大 很大的一张 就供在那位侍者法师的座上 我一经过 哇 好庄严 我脱口而出 哇好庄严 师父这法照好庄严 你怎么这么幸运 有这个法照 就说那个侍者法师 也很干脆 他说 哇你这么喜欢 那送你好了 这是人家昨天送我的 那你这么喜欢 那我送你好了 我就得到了一张 师父很庄严的 很大张的法照 我事先没想到 我就很欢天喜地的 我捧到那个法照 捧到我的胸前 我就下楼 我要准备走回我的疗房 这样 走到半路 就是经过大殿前面走廊的时候 我们身上有位法师 如智法师 那他已经往生了 当时呢 他在管库房 我就捧着师父的照片 很高兴地 要走回疗房的时候 他那时候看到我 他就说 哇你手里 这尊师父的法照 怎么这么庄严 然后这么大一张 好殊胜的这样 我说对啊 我也没想到 我今天可以得到 这么殊胜的法照 他说你站着 你不要动 库房里面 今天才进一个相框 好像大小刚好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 他就跑回库房去 帮我把那个相框找出来 一凉刚好 就马上帮我装上去 所以呢 我那天好像没看到师父 可是我出发之后 我回到疗房的时候 十分钟之后 我回到疗房的时候 我就捧了一尊 非常庄严的法照 师父的法照 就供在我的佛桌前面 那你说我那天 见到师父没有了 虽然师父去台北 所以就这边讲 是故应之 虽未请求 由大悲饮而做助办 父无懈怠 无比圣庙 真归一处 现前安住位置坐户 故应归此 就这个特征 那平常这个上师三宝 他这种 指引陪伴的具体形象呢 我们不能用凡夫的经验 跟眼光去观察 你要依照圣言量 你要按照佛菩萨的教界 按照经论 按照佛菩萨的视野来观察 所以我们归一学处 才会强调说 要清净善事听闻正法 如理作义 法随法行 干嘛呢 清净善事听闻正法 如理作义 法随法行 把你的视野慢慢转换成佛菩萨的视野 你就更容易看到 果然是外之以具 一切实处不涉乎 你也会清晰地感受到 他一切实处给你的指引跟陪伴 好 那在我们广论学一指法 这样的传人教授里面 就很强调一点什么 你要先决则善知识 如法的依止善知识 你如法的依止了这个具象的善知识之后呢 你才能够真正地归一到十方的诸佛菩萨三宝 就是透过这个如法的依止传承善事 我们才能够真正跟佛菩萨连上线 这是一个关键 否则你离开了依止这个传承善事 这个用自己的想象去归一三宝 那你归一的是你想象的三宝 魏林寺大圣经典都讲 没成佛之前 这个佛对我们来讲是无从想象起的 所以用自己归一自己想象的三宝 归一自己想象的佛陀 跟这个透过传承师长真实地跟佛陀连上线 这个效果是差很多 差很大的 所以呢你归一了具德上师 你才能够真正地归一到十方三世的一切诸佛菩萨三宝 你才有机会去发现师长佛陀 真的是一切实处不涉乎 外知已具 所以记不记得大家常常诵《波罗经》里面 讲那个长提菩萨的那个公案 说长提菩萨那个时候 他很想求法 最后呢 在他这个很认真的祈求的过程当中呢 就突然这个空中就有佛出现 告诉他说 你可以往东边去求法 我记得那时候跟他讲说 你往东边去求法这样 然后呢 佛的声音跟佛的指示 消失之后呢 常立菩萨又想 哎呀糟糕 要去东方要走多久 要走到哪里 要找谁求法 我这个都没有问 怎么办呢 好 但是那个时候得不到指引 常立菩萨就在原地 七天七夜 很认真的祈求 痛哭流涕 不吃不喝这样祈求 最后又有佛的形象出现 又有佛的声音告诉他说 你再往东走 走多久 走到巨妙乡城 里面有你多生的善之士 叫法永菩萨 会教你生生波尔波尔弥多 好 这一段大家都影响嘛 对不对 这就是这边讲的 施藻菩萨是外之以去 一切实处不涉乎 没错 但是我们要进化自己的业障 我们才能够真正看得到 而且 常立菩萨公安就印证了 我们刚刚讲的那一点 那个诸佛是不是告诉常立菩萨说 法永菩萨是你多生的善之士 你跟他很有法缘 所以叫他去找他 对不对 所以很清楚 一定是如法 已经过去有如法的意志 传承善之士 得到了加持 你才能够真正的 归一到十方 诸佛 菩萨 三宝 真正的跟诸佛感应道交 就是这样的一个特征 所以我们才会说 苦受虽生 你可以仍然在这个 从乐去胜乐的过程里面 完成这个美丽的 这个修道的进程 继续的向前迈进 就是因为这个特征 好 那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 希望新生的部分 你 你 那 你 你 这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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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